诶,都回来了,回来了,爸,怎么样啊,怎么样考的,爸,跟你说,我差一点就考上清华了,差一点,对,那我看看,我考了62.5呢,行了,儿子,这没考上就没考上, 哎,没什么大不了的,爸,这哥没考上,我考上了,你看一下,先放着,那小培,你这没考上,你是怎么办啊,哎,要不,我的技巧呢,认识的有人,你去技巧学个技术什么的,你还行吗,技巧,技巧可以每天都在那里玩,行,爸,听你的,那行, 这学个技术啊,啊,什么时候挣了钱,赶得娶个媳妇,哎,为我们家,还弄鸡蛋,嗯,我还要你啊,给我养老呢,知道不知道,好,爸,这一货肯定赚大钱,养你了哦,哎,还是儿子好啊,爸,这,我考上了,要不你看一下,哎,小西, 我不是说你,你一个女孩子呀,上什么大学啊,你这以后总是要嫁人的,哎,这学习啊,这这,你上大学这都多余的,到没找一个啊,好婆家就可以了,你知道有多少人想要挤破脑袋的进去吗,这,你怎么能说让我说不上就不上了, 小西,你这上大学,不得花钱啊,有这个钱,我还让你哥上技校呢,你看咱们家这个情况,你们俩,这学费,我能掏得起吗,哎,你就别上了,听话,可是爸,哥上了那是一个,就是一个学技术的学校,可是我这学校,可是名牌学校,我好不容易才考上的,这哥没考上,我考上了,爸, 你就让我去上吧,妹妹,这爸说的对,你一个女孩上什么大学啊,到时候找个有钱的人嫁了就行了,是啊,小西,你听话吧,这你哥学个技术啊,比什么都强,这以后这个家还要靠他呢,嗯,知道不知道,你这以后家一个好婆家,比什么都强,哎,可是爸,爸,别可是了,叫我说你的大学上什么事, 哥,哎,你就听爸的吧,爸说的没错,啊,就是,就是,就是,爸,你们怎么能这样啊,虽然我知道你偏心哥,你不让我去上学,但是你还不能这样,还是我的同志说啊,小西,你说什么呢,我什么时候偏心了,你们都是我的孩子,我不会偏心的,哎,行,爸, 既然你们这样对我,这个家,我也不呆了,这个学,我也不上了,哇,出去打工去,你一个女孩子啊,出去干什么啊,打什么工啊,你就老老师在家呆着吧,以后我给你说个,说个婆家,找没人,是啊,你一个女孩子,你不在家呆着,你上哪去呢, 你们别管我去哪儿,反正,这个家我是带不下去了,无论去哪儿,至少我赚钱,也能要活起我自己, 哎,哎,小西,你去哪里啊,你, 爸,你看他这脾气,就是啊,这真是女大不忠灵啊,这长大了就不听父母的话了, 爸,还是儿子好,嗯,就是,哎,哎呀,爸,要我说,两天之内他就回来了,哎,他就发脾气,这女孩子啊,就这样,哎,这还是儿子啊,儿子有用,对,对,对,好, 这五年都已经过去了,不知道我哥还有我爸现在过得怎么样,反正这次回来,准备在家里买一套房子,顺便,你看看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吧, 小肥啊,这女妹妹这一会就回来了,这么长时间,没见她了,心里, 也挺想她的,哎,哎,哎,爸,我跟你说啊,我妹啊,她最近啊,混得特别好, 这啊,听说现在非常有钱呢,这一会回来啊,咱俩还要好好跟她说说话,哎,是啊, 小肥,这女妹妹出去这几年,也挺有出气了,哎,也就挣手这钱了,这,也是,也是一个好事, 以后,哎,她挣了钱了,这还不是,我们帮帮光, 爸爸,爸爸回来了,坐, najbardziej, ne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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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א� 哎,这忠于爸你跟盼回来了,来来来来坐坐坐。 小肥,你不知道这几年,爸的心里 causa你吗,你知道不知道? 是啊,妹,这家嘴,这几年啊,很想你啊, 这你在外面现在怎么样 哥 我这几年能在外面 感到混得也不错 只是 爸 哥 你们突然间对我这么好 我还有点挺不适应的 小夕 这我们都是一家人 这爸一直都对你好啊 你是我的金闺女嘛 哎 你怎么能这样想呢 这今天啊 你看 现在猪肉 猪排骨现在这么贵 我到超市里面 给你买了好多呢 给你做你喜欢吃的那个哄生排骨 是啊 妹 这你看我跟爸在这地方生活这么久 这也想去大城市住住 你看你什么时候 是不是 哥 爸 其实不瞒你们说 我这次回来啊 其实还想在家里买趟房子 买房子 那小夕 那这个 这个房子要不就给你哥吧 你看你哥现在还没有结婚呢 这没有房子啊 哎 也不行啊 你问是不是小夕 这你 你买什么房子啊 这以后你嫁了婆家 这婆家会给你买房子的 爸 这买房子花的是我自己的钱 哥要结婚 他自己去挣啊 买房子 这 这怎么可能拿我的钱去给他买房子嘛 小夕 你现在不是有钱了吗 你给你哥买一套房子又怎么了 他可是你亲哥啊 爸 就算我有钱了 那也是我的钱 我哥要结婚 我哥要房子 那他可以自己去赚钱啊 你说他现在这么大了 整年还在家里游手好闲呢 他什么也不做 哎 小夕 这以后 这 你 你哥啊 是家里的顶梁柱 以后这家里边还要靠你哥呢 哎 你就帮你哥 你爸 又是怎么样呢 靠他 爸 你们俩是不知道这些年来你们花的都是谁的钱吗 我出去这五年来 每年哪年不是给你们打钱 而你们呢 就我一回来就想着让我给我哥买房子 他自己不会买吗 他没手没脚吗 哎 哎 行了 行了 爸 这房子咋 咋子别说了 来来 正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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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妹妹啊 这爸啊 给做饭了 走走 咱们吃饭去 行了 别说了 别说了 这不高兴的事了 走 我们吃饭了 房子不要了 走吧 小夕 爸 小夕啊 哎 这昨天你不是说买房子吗 哎 这爸 哎 也没有什么给你的 这 这个卡里面啊 有五万块钱 你就先拿着用 也算爸帮你一把 这怎么行啊 爸 你说我现在身上也有钱 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 你的钱你还是留着吧 哎 小夕 你这说这话就见外了吧 我是你爸 这你正买房子呢 哎 这也算爸一点心意嘛 这五万块钱 哎 哎 也就也是爸 继续继续多年的钱 你就拿着吧 不行 爸 我不能要你的钱 我现在有钱了 我自己可以买房子的 真的 爸 小夕 听话 你是不是 显这个钱少啊 你就拿着吧 你不要 就忍不住爸的心嘛 只是也是爸一片心意 哎 收下吧 您拿着拿着 哎 爸 嗯 那 那我就谢谢你了 哎 谢什么谢 那行 那 我这边还有事情 我就先出去一下 嗯 那您去忙吧 嗯 好 哎 小夕 你这干什么去啊 爸 那边的房子不是装修好了嘛 然后我想着今天我就搬过去住 那小夕 那房子你住什么啊 那可是你哥的房子啊 什么我哥的房子啊 爸 你是不是记错了 那是我买的房子啊 那 那 那怎么能是你的房子呢 那 那怎么能是你的房子呢 我上去去吧 不好意思 不是拿五万块钱嘛 哎 这 我拿了五万块钱啊 那房子啊 就是你哥的了 什么啊 爸 那是我买的房子 那五万块钱 你不是说 你是拿给我用的吗 怎么又成我哥的了 这五万块钱我拿给你啊 那就是给你哥买的房子 现在 那就是你哥的了 再说啊 你现在这么有钱 哎 你可以再买一套嘛 行啊 爸 爸 我就知道你没这么好心 还说什么怕我钱不够 拿五万块钱给我 爸 你从小偏心哥我知道 但是你也不能这样太偏心了 就我哥那样 你别说我给他一套房 就说我给他做金山银山 他早晚也会败光呢 再说了 这套房子啊 我可没说要给他 他如果想要房子 他自己去卖 小夕 你不要再说了 反正啊 我拿了五万块钱 这个房子啊 就是你哥了 到时候 你爸这个房子 过户到你哥名下 爸 你从来都是我哥我哥我哥 你什么都是想着我哥 上去大学也是 他没考上 你让他去受迹象 我考上了 你却连钱都不愿意给我出 现在又因为这套房子 爸 你什么时候考虑过我 你什么时候想过我啊 你的眼里 永远都是我哥我哥我哥的 行 你不是想要这套房子吗 我给他 但是啊 爸 从今天往后 我再也不是您的女儿 以后啊 你们两个 我也不会再给你们打一分钱 你们好自为之吧 小西 这小西 当年这辛辛苦苦的考上大学 我都没让他上 现在 他有钱了 还要给他要房子 唉 这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这小葵啊 这孩子脾气 我知道 他就是好吃难做的 这以后 还要靠他 能靠得住吗 现在小西 又走了 唉 我得怎么办